景陵捷运淡水站和淡水老街的金色水岸 过去常常发生河水淹到岸上的状况 而新北市高滩地工程管理处在去年施工改善扑面高度 把淡水古地图还有淡水3D立体地标 还有淡水意象融入了地景带动观光 在淡水河边景陵捷运淡水站和淡水老街的金色水岸 在2011年完工之后 一直是游客假日休憩的重要景点 不过过去常常发生大潮河水淹到岸上的状况 新北市高滩地工程管理处在去年施工改善扑面和地景 增加无障碍设施 也把淡水古地图还有淡水3D立体地标 船锚等淡水意象融入地景 除了提供游客休憩也可以举办各种活动带动观光 淡水金色水岸广场 之前因为每逢大潮都容易淹水 要改善这个淹水的状况 我们新北市高滩处 特别花了一些机会 来把这个高度电高60公分 那铺面原来是碎石铺面 也改成了一个透水波面 那而且来设了很多有趣的包括淡水的立体地标 还有3D的一个淡水的滋样 那还有把这个历史地图用在地面上等等 区长表示金色水岸当初是利用苏郡的河川基土 在淡水老街旁边填出的两公顷腹地 从2011年之后 现在淡水金色水岸地基已经稳固 高滩地工程处去年5月开始需工改善 将金色水岸的铺面加高60公分 解决潮汐的影响问题 那呈现淡水的在地特色 也显现我们淡水的一个文化内涵 这一个金色水岸公园 也作为我们淡水爱情产业链的一环 那现在成为一个爱情的秘密基地 欢迎我们很多游客 还有我们淡水在地居民 在淡水来这边做游器 然后享受美食 那也亲近这个清水的公园 区长表示这一次市府施工 也改善铺面方便宣帐者 自行车婴儿车行走 而另外也把淡水谷地图 3D的淡水立体地标 还有海军传锚等异象融入地景 让游客有新的地标 可以来到淡水拍照打卡 感受淡水金色水岸的新风貌 记者许多安音淡水上方报道